阿末的生病日 阿末麦吉是个早起的人 每天早晨 当闹钟 滴铃铃的响起时 他摆摆腿下床来 脱下睡衣 换上晕得鼻挺的制服 他会给怀表上好弦 煮上一壶开水 对糖罐子说 穷给我的燕麦粥里来一勺 茶杯里来两勺 吃饱肚子 准备好上班了 他就从容轻松的走出家门 阿末每天都要坐 五路公交车 巴士司机喊 下一站动物园 阿末应声说 六点整很准时 在动物园 阿末有很多事要做 但他总要挤出时间去 看望几位好朋友 他跟大象下国际象棋 大象每下一步棋 都要想啊想 和乌龟赛跑 乌龟从没有输过 陪企鹅安静的坐一下 企鹅特别害羞 给犀牛递手卷 犀牛总爱流鼻涕 太阳落山时 为猫头鹰读书讲故事 因为这只猫头鹰怕黑 有一天 阿末醒来时 抽了几下鼻子 拿了几个喷嚏 还不住的打冷战 他摆摆酸痛的腿 坐到床边 又全松回来 他对自己说 哎呀 我今天恐怕不能去工作了 此时 在动物园里 动物们在等待着他们的朋友 大象在摆弄象棋 把鞠擦了又擦 乌龟伸伸脖子 蹬蹬腿 做热身运动 企鹅独自耐心的坐着 犀牛担心自己的过敏症 又加重了 猫头鹰 栖息在高高的遗落故事书上 满怀关切的 骚着头 动物们都想知道 阿末到哪儿了呢 万岁 好朋友们来了 大象摆好了一盘棋 阿末每下一步棋 都要想啊想 今天我太累了 不能塞跑了 阿末对乌龟说 我们改玩捉迷藏吧 乌龟躲在龟壳里 阿末藏在被子下 阿末打着哈欠说 呃 我可要打个盹了 企鹅安静地坐着 给阿末暖暖脚 呃 屁 阿末打个喷嚏醒过来了 犀牛已经为他准备好 一条手绢了 阿末对朋友们说 谢谢你们 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他摆摆腿下床来 对他们说 大家一起来喝壶茶怎么样 喝完茶 阿末调好闹钟 时间不早了 他说 明儿一早 还要赶早搬车呢 于是 阿末跟大象说晚 然后跟乌龟说晚 然后跟企鹅说晚 跟犀牛说晚 跟猫头鹰说晚 猫头鹰知道阿末怕黑 还在西灯前 为他读书讲故事呢